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秘诀 让你的植物成长更快 产量更高 这个神奇的秘诀就是木畜叶和海藻肥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木畜叶 这是一种有树木的叶子 树皮 果实等发酵而来的叶体 它富含有机酸和微量元素 如铁 铅 铜等 这些成分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提高产量 此外 木畜叶还可以减少土壤中的有害微生物 提高土壤的肥力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海藻肥 海藻肥是一种由海藻提取的肥料 它富含有机物质 微量元素和植物生长所需的激素 这些成分可以刺激植物的生长 提高植物的免疫力 抵抗病虫害和恶劣天气 我们可以看到 木畜叶和海藻肥确实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增加产量 如果你是一个农民或原因爱好者 你应该考虑使用这些天然的肥料 而不是化学肥料 因为使用化学肥料可能会对土壤和环境造成伤害 并产生负作用 那么怎样使用木畜叶和海藻肥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在植物生长的过程中 将适量的木畜叶或海藻肥加入水中 然后灌溉植物 你也可以在种植前 将这些肥料混入土壤中 这样可以让肥料更好的渗透到土壤中 提供给植物所需的养分 以下是基本的使用方法 使用量 适量使用 在使用前要根据植物的种类 生长情况和土壤状况来决定使用量 一般建议每平方米使用2-3毫升的木畜叶会移到2克的海藻肥 使用过量可能会对植物造成伤害 溶解方式 将适量的木畜叶或海藻肥加入水中 让其充分溶解 然后再进行灌溉或喷洒 将木畜叶或海藻肥直接撒在植物上可能会损坏植物 使用频率 使用频率取决于植物的生长情况和土壤状况 一般来说 每二到三周使用一次较为适宜 使用时间 最好在早上或傍晚时使用 避免在中午或强烈阳光下使用 这样可以减少植物受到的伤害 对于单株幼苗盆栽的木畜叶或海藻肥灌溉方法 以下是一些基本的指南 首先 选择适当的浓度 对于木畜叶 建议使用百分之五的浓度 对于海藻肥 建议遵循生产商的建议浓度 将一掉两汤匙的木畜叶或海藻肥加入每升水中 这是一个大致的指南 让可以根据植物的大小和成长情况进行调整 将混合好的液体轻轻灌溉到单株幼苗的土壤中 直到土壤便是淡不胜出水 建议每隔七到十天进行一次灌溉 是植物的需求和增长情况而定 注意不要过量施肥 这可能对植物造成损害 同时 定期检查植物 以确保它们没有过度施肥或缺乏养分的迹象 当然 使用天然肥料不是万能的 你还需要注意其他方面的问题 如植物的选择 栽肥技术和环境等 但是 使用木畜越害海藻肥可以提高植物的生长速度和产量 并且有助于保护土壤和环境 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这些肥料 现在就试试吧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